什么挑战全程不带头盔不穿盔甲吃鸡 我选择全网退游行吗 你这个任务也太难了吧 你们知道不带头盔不穿盔甲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只要挨上敌人一颗子弹你就会倒 但是我要结束条件 因为我是你们的游戏专家品克曼 没头没咋说的蛮注意 现在我是没头没甲状态 喂小子把你的物资交出来 不然我就补掉你 给你十秒钟的机会啊 十好不交是吧补掉你 兄弟们我已经人质一斤了 都给这家伙十秒了 没办法给他机会他不中用啊 喂最近我研制出了一套新的打法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兴趣学习一下呢 没错就是假装人机把敌人引到假车库来 守这种假车库真的太简单了 别说打四个了 打四十个都没有问题 以前我总是觉得老孙宝很厉害 现在我觉得也就那样吧 啊飘了确实有点飘了 没办法实力上来了嘛 哦看到没有有车过来了 不得不说假装人机这招真的是太管用了呀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守假车库第一招卡楼梯 看到没有非常的管用 因为敌人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 打倒他之后 我先来捡一下他的包 哎呀不小心捡到他的盔甲了 赶紧给他拖了 因为咱们的挑战是全程不能捡盔甲嘛 然后咱们回过头来 继续来卡一楼的这个楼梯 这招真的是屡试不爽 哎又倒了一个 这让我想起了葫芦娃救爷爷 为什么非要一个一个上呢 就不能一起上吗 一起上我一雷四杀 这不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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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